吃了渣是否会有导致痛风那些 是否导致痛风呢 这个问题也蛮好的 是啊是啊 好看是什么渣 我刚才说火鸡 火鸡渣有不同鸡的渣 还有鸡不同部分 又有不同的purine 的成分 所以 你放了哪些鸡 鸡胸肉 想着当然是好东西 他其实不适合煲汤 因为煲汤 第一是浪费了 整只鸡这样煲 所以就包括了 鸡胸其实不适合煲老货汤 鸡胸不适合煲老货汤 如果那个人已经有高鸡胸 看他那个情形是什么 好好的没有鸡胸 不需要避忌这些东西 但如果有的话 几样东西要避忌的 我上次跟你说粟米的东西 其实我和阿龙仔说粟米 上个礼拜 粟米有黄曲梅组 其实你也在 因为上个礼拜 就跟他说粟米 粟米 等我那些汤里面 有老火汤 又有粟米 再加上鸡胸 哇 那就对一个 一个痛风的人 不离不离 很重要 噢 痛风不是只吃海鲜 才不离吗 不是 他不吃得上身的 即是鸡胸 就要避开 反而厦门 鸡腿 就好一点 噢 那我又想问回 我又想问回 那些人 人家说是老人家 才会有痛风 对不对 不是 有钱的 通常都有多些 机会痛风 因为他吃了很多 很多好东西 但原来呢 以前订下来的好东西 就好像手提电话 和以前那些挂在那些电话 好像大哥大 不同年代 就有不同的好坏的分别 以前的人当然老货汤老货汤 但他不知道黄曲梅素这件事 丢掉了那些粟米 想到甜甜的 千万不要 现在我们的资料就告诉你 最好就是 replace 了那个粟米 用有机苹果 还有水原 有机苹果 对 有机苹果 不要等到它煮了几个钟 老货汤最后 那半个小时 才加进去 很多 哇 很多东西都颠覆了 我们传统的想法 以前哪里有看资料 就是说 你吃了有没有不舒服 你觉得如何 以前 以前 我们每个都是猪油拌饭 不知多好吃 以前的阿婆 猪油拌饭 然后加上生鸡蛋 拌均匀 拌均匀 简直是人间美味 接着一段时间 吃猪油 简直是最大恶极 动物油不吃 全部都吃了植物油 现在又说 猪油其实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因为不同年代的东西 就发现不同的东西 好像Nokia 挺好 越搞越便宜 但是 原来群众 是不想用电话来打电话 他用电话来上网 做其他东西 那当然不好 看什么用途 猪 你要看质素 但是黄曲梅素 一直加上去 因为以前做种东西 就不用先淋 不用先淋水 你当然 你会 譬如去那里 你不会先淋水 但是现在用机器 机器当然要先淋水 先淋水 才不让机器烧 即使用机器就不行了 所以便可以淋水 但是水 再加上去 会怎样發磨 所以便多了黄曲梅素 好 你留住 还有30秒 30秒 好 4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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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先录制 否则我忘了按 先录制 为美满家居 天赋彩 摩摩达商业印刷服务 无所不印 通知名片 私人制制月曆 朱罕雅司 海报全单 唐食外卖参牌 专专牌 二拉堡 活动慶会樊肃 摩摩达 室专牌 协商服务 交货緊时 查出电话 650-808-8888 650-808-8888 黄沫食碗面 黄河夲多比脸 好 回到周末食碗面 没错 今天又请到赵博士 你和我们聊一些 很ör趣的资讯 是的 每個星期我們都有趙博士 每個星期節目完結之後 很多聽眾說要取得趙博士 Facebook的視頻之類等 我先介紹趙博士是一位科學家 也是美容健康和護膚顧問 自然療法專家 專長延緩衰老 加速新心和精神復原的方法 現在還在哈佛大學進行研究 早安 趙博士 早安 我們這裡是下午的 下午在東岸這邊 現在已經是午安 今天想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是很多華人會遇到的問題 有些聽眾特別想你解答一下 我們經常煲湯 煲完湯之後也會吃湯渣 他就問了 煲完老火湯之後 如果吃湯渣會不會導致痛風 即飄零會很多呢 首先就是痛風 都要看程度 去到什麼地步 有些人痛到腳趾胸那裏 那個叫做MPT1 那裏 已經整個Metatarsal 那個腫腫已經腫起來了 那裏成舊也不同 那個是嚴重了 另外有些人輕微 偶爾有些人想發作 但又未發作 要看完這些才可以大概說 但是我們先說煲湯 煲湯 老火湯 老火什麼湯 有些人連火雞都煮老火湯 任何火雞湯 老火和不老火都不應該喝 火雞湯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痛風 火雞是會令你多了機會發作 發出來 然後發出來之後呢 就弄得連那隻雞湯都不能喝 本身雞湯不會令你發作 那麼大機會發作 如果你喝過火雞湯已經發作了 那你就連雞湯也要再看看 那雞呢 如果你看雞湯要分部份 雞胸肉呢 就應該用來吃 還有蒸啊 白切啊 那如果你拿出來煲湯 其實雞胸肉呢 引致到痛風的機會 是比雞腿肉大 噢 是的 要分類了 那還有就是煲的雞湯 有沒有放一塊粟米 要放一塊粟米 它有很少黃曲梅素 其實我跟龍仔 上次講起 就是講黃曲梅素 但是沒有講過份量 其實很少 一粒芝麻那麼小的黃曲梅素 已經夠去令到一個人 本身沒有病都變成有病了 嘩 是的 一粒芝麻那麼小 芝麻那麼少 所以變成那個份量 所以 所以那些什麼東西會有黃曲梅素呢 就是粟米 還有那個黃豆 很多很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種植的問題 以前的人 他們去harvesting 拿東西的時候 他們用手拔 那你就不用淋了一盆水 或者淋了很多水 噴濕了它 但是現在用機器來拿食物 在harvesting的過程裡面 它會輕易壞的 除非你落夠水 那它濕著 然後拿回去 就慢慢製造 那在不同的季節裡面 其實發摩很快 那它就有這些黃曲梅素 跑了出來 所以粟米和黃豆 就證實了很多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有個老火湯 那麼巧就是豬肉也好 雞肉也好 那你就要想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痛風的 或者有傾向去痛風的 那哪些人有呢 男和女有分別的 男人的傾向是比女人多的 男人是比女人多的 還有啤酒送飯 又會多了機會 又多了機會 那你想一下 但是紅酒也沒有那麼大機會 但是啤酒會 烈酒也會 多一些機會 那就要分 剛才說的雞 雞胸肉也沒有放進去 不要用它來煲湯 如果家人有人傾向 這樣就要用下身 下身的大腿 下腿的位置 這樣就好一點 腿也好 另外就是那隻雞 如果質素好一點 情形又會好一點 譬如有機雞 黑雞 當然會好一點 如果你用一隻 打針的雞 這樣就沒那麼好 因為那些東西 又會影響糖尿病 而糖尿病 也會影響到人有多些機會 就算是 Prediabetes 即不是真的證實了糖尿病 也會多了機會 有這個尿酸膏 多了機會 那麼多機會就有些問題了 那麼好了 那麼紅肉呢 有多機會過白肉 但是白肉又要分哪種白肉 剛才我說的雞肉 雞夠白色的了 然後呢 那個雞腿是深色的 叫做深色肉 但是深色肉的雞腿 反而 就是Thai的位置 就少過 少Purine 過這個雞胸肉 那麼煲出來 會去哪裏呢 煲的 Purine 會製造 會製造這個 其實是一些DNA Purine是兩種DNA的 合體的東西 我免得太長了 但是很容易記得的就是 我叫做Gordon 英文的名字 G呢 G呢 就是其中一個 Guanine 是一種Purine 另外一種DNA的物體 如果我拿A 就很Pure Gordon拿A很Pure 就有一個叫Guanine 又叫Adenine 以前讀E 要用這些就記得 我拿A 就是Pure 就是Purine 記得這兩樣東西 其實呢 當你煲那些肉的時候 煲它 那些Purine 會跑出來 進去湯水裏面 或者進去炆的汁裏面 進去 然後再煲久一點 它會進去肉裏 會滲進去心裡心虛的 但是火雞特別多 雞胸肉特別多 比雞 雞其他地方 雞腳差不多沒有 即是說哪些部份要分的 接著呢 啤酒會令它 worse 接著還有油份 如果你用了一些不漂亮的油份 又會令整個情況變差了 我以前說的粟米油 黃豆油那些 那你整個配搭 好了 煲湯用了什麼水呢 用了什麼水 還有如果你洗的東西 洗得不乾淨 有些泥在裡面 這些叫做clay 這些clay的東西 我以前在NASA 做一些研究的clay 會令到它catalyze了 即是生產了很多這些 不會發生的機會都發生了 所以這些東西 那些湯水記得 那些水要靚 而且它千萬不要有些泥在裡面 因為泥在裡面 那你喝了下去 它有時候會令到一個catalyze的反應 洗得乾淨一點 所以變成那個處理很重要 特別是老火湯 因為老火湯 有很多人老火湯有很多種方法煲的 猛火原來忘記了 煲了兩個小時猛火 接著才慢火 又很不同一個人猛火 就是猛完之後就慢火煲 還有它有沒有parboil parboil是什麼呢 就是拿了一塊肉 或者甚至一些筋 譬如蓮藕那些 先滾過它 為何要先滾過它 因為有些血跡其他東西 那些可以去掉它 那些湯看起來清一點 漂亮一點 這就是parboil parboil 但是原來這個技術 對於那個湯的質素影響身體 特別在這些痛風的情形 如果一個人有高uric acid 是重要的 這是重點來的 一定要parboil 就有沒有滾過這些東西 那變成了 有沒有過冷河 對 這個就是廣東話叫過冷河 過冷河很重要 那什麼uric acid range 你看看血液報告 如果3.5至7.2mg per deciliter 那就正常了 但是如果你是九啊十啊那些 那你這些老火湯 你需要很小心 因為你要問一下它 你怎樣弄 然後它說 什麼叫做我怎樣弄 有得讓你喝就算了 但是原來不是的 如果你是踏了界 譬如我們看data這些 就是7.2mg 其實你是7.0mg 我都覺得是踏了界 踏了界 那踏了界 你當然要問一下 譬如除非你5.0mg 這樣就不是踏了界 踏了界的 你要想一下 用了什麼 是不是用水游水 用水游水 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住在哪裡 那些水游水 那些水游水 譬如如果大家用的 如果它不下消毒的東西 大家喝了就會有問題 所以一定下了不同的 成分的消毒 這些消毒劑 又是對一個 已經有一間界的糖尿病者 或者一個有痛風的問題 踏了界 或者踏了界 都是不利的 所以當你弄老火湯 你就買一些好一點的水 那我不講牌子 不講那些 但是講那些水游 以及整件事 雞是哪個部分 那些全部都要看的 你不看 就這樣喝了下去 因為湯的意義 就是想要therapeutic 就可以調理身體 怎知道它放進去 身體裡就有個不好的反應 所以這件事要注意 我想問回 有些人說吃菌菇類 都會導致痛風的 是嗎 你知不知道 連菠菜 還有這個叫做asparagas 甘筍 都是會搞到會有痛風的 但是就好看配搭 譬如如果配搭是有什麼好看的油 那些又不看 然後煲的質素又不看了 譬如你用過什麼煲 用啞煲還是不鏽鋼 不鏽鋼是30還是316 如果是316 那質素當然會好一點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它不同的 就是你要看過這些不同的東西 如果你不看完它 譬如這樣 如果你有痛風的跡象 你用了一些用鋁做的煲 即是aluminum 那又是會影響的 又是會影響的 好了還有什麼植物可以吃下去 會減低這個機會呢 維他命C 維他命C 這個paper我還未放在Facebook 我一會和你們收好線之後 我放上去 就是說原來做了一個study 是幾千人 做了 接著做了就是發覺 當他吃了500mg的維他命C 他那個痛風的情形 減低了 當他提到1000mg的時候 再減低了 接著去到1500mg以上 他就想再減低了 即原來每次increase 就每次decrease 那個paper就說 不知為什麼 但是做的數量是很多人 就發覺原來 他就做多一件事了 就是本身有吃維他命C的人 有痛風 當他提升他每500mg 他發覺有這樣的correlation在 但之後他又再做多一件事 這個特別了 就是沒有吃開維他命C 有痛風的人 他又做了 然後發覺你沒有吃到 如果一有吃 又是有這樣的correlation 又是減低了機會 機會率 減低機會率 不是減低所有 但是減低機會率 所以其實痛風這件事 叫做一個complex matter 不是一個problem vs solution 就是有問題就有答案 這是一個叫paradox 就是有個問題 複雜的 而不是單一個答案 就會答到一個問題 這個英文就叫做paradox 這個不是problem 是paradox 是一個conundrum 爛攪東西 爛攪的情況 希望今天和你們說一下這些道理 幫助你們 我看了一些時間 我打算說不說得完 盡量把全部壓下去 不要緊 說不完 我們下星期就再說 再說 如果大家聽不及的話 其實可以上網 就聽回我們的重溫 因為立刻有人問到 問為什麼雞胸肉煲湯 沒有雞腿肉那麼好 其實趙寶石剛才也解釋過 大家可以上網再重溫這個節目 上網去ChineseRadio.com 謝謝接播師 我們下星期五 下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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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喂喂 在這裡 謝謝 不用 我剛才想問你一件事 不過說不及 水不是水喉水煲的嗎 你用水喉水煲的嗎 是呀 我每次發覺跟你做訪問 比跟你做朋友好 聊天 跟你做朋友 反而不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當我和你做訪問 大家做訪問 可能我和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發覺和你做訪問時 就知道很多事情 他說什麼這樣的嗎 你平時也不問我 哈哈 你現在問我 是啊 水喉水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是啊 我們煮飯什麼都用水喉水 蛤 哇原來這樣嗎 是啊 是啊 哈哈 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你放進肚子裡的嘛 就是這樣 我問你 你有沒有外面的那個 你淋花呢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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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那個水喉水呢 你來喝吧 哎呀 那下次再說吧 哈哈 下次再說吧 因為你經過不同的喉 經過不同的東西 它就會有些叫做 catalytic effect 很多病和很多東西都是因為這樣 筷子也要看 如果你的筷子是一些 你要平時聞過它才好用 嘩 那我們下次要說了 現在我又要開咪 我們下次要說了 我們下次要說了 你先記得吧 下次再說其他東西也行 沒所謂 我其實剛才可能說錯了一樣東西 我應該不是過冷河 應該是出水的 是啦 飛水 是飛水 過冷河算不算是飛水的一種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總之要叫做 power boil 煮過它 然後去掉那層水 之後就用礦泉水的了 煮東西的 我開咪了 下星期不再談 下星期就說要用什麼水 好 拜拜 拜拜